用圖卡直接匯入到我們導播機裡面的圖庫 讓導播機來作為貼圖用 那我這裡使用的是這個PlayMagic ATEM的一個軟體操控介面呢 不是用實體的 因為它原本的實體就是 就是比較簡單 就是Television用這個軟體介面來做一些比較細部的設定 那在還沒導入正體之前呢 這裡有個東西先跟各位做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個操控介面的底部 這裡有一個這個media 就是軟體的一個輸入介面 我們把它點下去 那點下去了以後呢 可以看一下 目前呢 我已經有輸入四個圖形了 四個照片在這裡 你的圖卡 等一下我們呢 就可以把它匯入 來作為使用 好這是第一個 先跟各位做說明的 好我們再回到 我們的導播機控制介面 那另外這裡的話呢 還有一個地方呢 要先說明一下 要先說明一下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控制項 這裡有一個叫做MP1 另外一個叫做MP2 那個這個其實就是字卡啦 還有圖片 我現在這個MP1的話 我要在按鍵上按下MP1的話呢 在這個輸出螢幕上面的話呢 就會指向這個圖形 那MP2的話現在目前還沒有指向 我等一下想字卡的話呢 就用這一個來替代 好那再來有幾個東西呢 我們先說明一下 這個東西 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叫做Upstream Key 叫做上流鍵 那底下呢 有一個叫Downstream Key 叫做 顧名思義叫做下流鍵 那他們之間的影片 在影片上做一些特效 比方講就是什麼去背啦 還有一些遮罩啦 那下流鍵的話就是 像圖卡啦 字幕啦 這些是屬於下流鍵 那下流鍵的話一般來講就是 你掛在螢幕上 那畫面在變動的話 其實它還是一樣在那邊 就是不會跟著變就對了 那上流鍵的話就是 它是一個影片特效 所以你可能畫面一變動的話 它就換其他的場景 它他們之間的差異點在這裡 好 那我們再回到 原來的 我們這個整個的 的畫面 那首先呢 我們必須在Photoshop裡面呢 把這個圖卡 來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呢 切換到Photoshop的介面 大家都很清楚 好 我再把它調整一下 好 進到這個畫面裡面來以後呢 我們先呢 開啟呢 新檔 好 這個新檔的話呢 一般我們就是跟我們的畫格呢 設定的這個 規格是一樣的齁 就是19201080 然後呢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 背景內容呢 我們設為透明 設為透明的話 等一下會錄到PlayMagic的導播機裡面的話 它在自動去背齁 那你再看一下齁 這整個畫面呢 就是這樣子 就是變成呢 是透明的 那我現在在這裡呢 我先隨便打一個 先隨便打一個好了齁 露攝影極先堂的這個 的字齁 我們來作為例子 好 那我覺得這個太單調了齁 我想加一點背景 那加一點背景的話呢 把它拉出來一下 好 那因為它是在圖層的 字的圖層 我把它挪到底下 那我覺得 顏色呢 再換個顏色 我在Photoshop裡面呢 做的這個圖卡 那接著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把它匯入PlayMagic裡面齁 的那個導播台 導播台的操控裡面 這裡呢 我在檔案的底下 這邊呢 有一個叫做ATM的需求 Media Pool 它的一個 它的一個媒體庫 我們看一下 就是這一個 就是我們直接 如果說你這個軟體 你筆電 筆電的話有灌齁 有灌這個 導播機的這個 這個操控界面的話呢 就會呈現 你在Photoshop上面 自動就會拉得到 這個 好 那因為 因為你這個和操控台 是用網路線去接的 所以會有這個介面齁 這個先不用管它 然後我們把它按輸出 輸出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回到 導播機上面齁 好 那導播機上面的話呢 一樣齁 我剛剛 我們看的這個 媒體齁 Media這邊 我把它點下去 好 那點下去了以後呢 你會看到呢 我們剛剛從Photoshop裡面呢 匯進來的這個 一個 一個字卡 圖卡呢 其實已經在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MP2齁 就是我用MP 把它設定成它是MP2 等一下我要指引到這個地方 好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把畫面呢 稍微再拉大一點齁 那我來這裡呢 我們剛剛有介紹一個叫Downstream Key 就是下流鍵這裡齁 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這裡的話呢 你會看到 我這裡是設定成那個Media 2 就是剛剛那個字卡 我把設定成那個剛剛的字卡 所以現在Media 2等於是 它就是字卡的意思 那再來呢 這裡有幾個操作的 這個說明 這裡有一個叫做TIE齁 TIE 這裡有兩個那個Downstream齁 就是你可以 你在這裡齁 一個畫面其實你可以掛兩個 這個字卡的意思齁 圖卡的意思 那看一下齁 這裡有一個TIE 這TI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按下去了以後 我按下去了以後 我可以 可以把我設定的字卡 在預覽螢幕上面呢 我可以先看一下 我可以先看一下 那我把它切到 把另一個畫面呢 切到預覽畫面這邊 好 你看一下 這是預覽螢幕齁 這是預覽螢幕 那如果說呢 上面呢 就可以在上面看得到我剛剛的字卡 這是TIE的作用 好 那另外底下有一個on air 這on air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現在切下去 字卡就在輸出螢幕上面呢 看得到了齁 而且它出現的話是 那個動作是很乾淨的齁 這個就是它的動作 那另外底下呢 有一個auto齁 auto 下去 這字卡一樣也是在輸出螢幕 PGM的那個輸出螢幕上面 可以看得到齁 擋入擋出的感覺 沒有錯齁 這個 auto的作用就是說 你設定的轉場 我按下去了以後 那個 Downstream Key 它會連同那個轉場齁 一起 在輸出螢幕上面齁 來呈現 這是他們三個之間的 一個操作的一個特性 在這裡呢 就是 一併呢 做個說明 那今天我們就是把 導播操控上面呢 來做一個 這個說 來做一個操作齁 我們給大家呢 來做一個說明齁 那 其實還 還有一些 值得探討的地方嘛 你看那個 Downstream Key的 特性就是說 它 會在 輸出螢幕上面 然後我 如果說 我的畫面變動了以後 其實它還是在那邊 這是 就是 作為字卡的一個特性